欢迎来到风IMB! 祝您在工作和学习中度过富有成效的一天! 我们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观看今天的新闻! 别看迪丽热巴不爱洗头,常年住酒店的生活方式, 更让人无法理解谈到女神迪丽热巴, 很多人对她印象可以说接近完美的地步, 在荧幕上从妆容到服饰都十分精致, 完全是公主的形象,但是俗话说得好人无完人, 即便外表形象多么光鲜亮丽, 真正私底下生活方式和形象, 却有着很大的落差,甚至有时候令人难以接受。 除了迪丽热巴不洗头这个梗大家都比较熟悉外, 热巴还在某节目上透露了很多令人震惊的生活细节和习惯, 直言自己一直住在酒店,甚至一住就是9年, 原因就是因为没想清楚留在那里生活, 所以就从18岁住到27岁, 听着都让人觉得得十分心酸, 原来有的公主连自己的城堡都没有。 而对于这样长时间的酒店生活, 迪丽热巴居然养成了一个行李箱走天下的能力, 每到一家酒店总能够非常快速地整理自己的行李, 从化妆品再到床单被套, 只需要花费20分钟的时间, 甚至日常洗衣服都不需要洗衣机, 一个人直接在酒店水池里洗衣服, 可以说迪丽热巴生活上根本不需要助理, 是不是颠覆了大家对女明星的认知? 不得不说,迪丽热巴斯底下的生活方式, 着实让人震惊, 居然能在酒店生活这么长时间, 而且作为一线明星, 生活上不仅不需要助理, 衣服还靠自己手洗, 就这样一位女明星, 竟然还敢说自己不洗头在家很邋遢, 与荧幕形象反差太大, 不知道小伙伴们又有什么想要说的呢? 感谢您收看此视频! 请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并打开通知铃 以查看我们的最新视频! 谢谢,下个视频再见!